以為撞鬼便撞車 男死女傷 司機應危嫁 因為鬼故令這對情侶陰陽相隔 62歲的被告 的士司機崔漢光 開了27年的士 有10次不小心駕駛 超速等交通案底 獲得傷害節目主持人 李慧靈石求情信的他 昨日承認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案發在去年4月16日凌晨3時多 救環保斗貨車死火 停在觀塘繞道 近Nega Box的慢線 司機在車尾拿著手提提醒其他司機 但被告去到貨車 只剩10米距離時 先吃樓太結果撞進去 發驗師認為 被告應該撞車前8秒 便可見到死火貨車司機 可以殺車避免撞車 被告時跟警察說 案發時聽電台鬼故 後面傳出笑聲 他便望一望到後鏡 誰知只見到兩束頭髮 以為撞鬼 便索性轉轉看 到他再望前面時 辯方說被告是因為受到電台節目影響 突然失去注意力 他在8秒只顧左望右望和向後望 沒有看到前面發生了甚麼事 法官雖然接納這個解釋 但就說被告呆了8秒 問題嚴重 如果一開車 全國法庭的人都不敢出街 更聲言會考慮判他終身停牌 案件押後到下星期五判刑 要注意力氣 有機器 要上海的陸篇